好 要來看到這是很多饕客 都很期待的密其林名單 結果已經正式出爐了 其實在今年第一次登上 一新榜單的總共有七間餐廳 當中就包含第一次入榜 就摘新的斑駁 而且同時還獲得了 年輕祝廚大疆 軟嫩新章的五仔魚 悠遊在淺綠色的蔥油醬汁中 旁邊酥脆的黑色竹炭粉麵糰 就像鐵眼中的石頭 包裹白蝦內餡 相見意象 注入台灣風土情懷 還有這一道 黑醬荔枝當作外皮 裡頭是五香鴨乾醬 一顆顆樹葡萄 輕輕切開 抹在麵包上 挑動視覺和味覺 結合翻譯和台式風味 餐廳斑駁 首度摘下米其林一新 全地美食精神 獨特料理手法 講究每個細節 主廚蘇品瑞跟一舉拿下年輕主廚獎 自己也嚇了一大跳 一定會有壓力 但是就是 我們可能會更專注於 就是我們做好每一天 我們該做的事情 小火翻炒Q彈麵條和香濃肉末 展現職人魂端出台日融合的一餐 同樣熟度迎來星光 憑著精緻的發飾手法 顛覆傳統台菜 台中的文工館開業半年就摘心 那要混搭北歐日式精髓的 Ad Extra 招牌菜 海帶鬆餅 魯獲秘密客 和強勢回歸的A-Class等七家新建榜 享受米其林光環 但還有心急前輩 烈火加彎 淋上特製醬醋 豬油做蠟燭 沾上手工麵包 台中的JL Studio 將新加坡家鄉味拆解重組 結合法式廚藝 和君敏移工 以及台灣味 結合法式靈魂的泰銳 同樣搶下三星鋒芒 身材有其有弱 但是我那一顆自熱的心 到現在都還沒有變 始終如一的料理精神 這回米其林加持 提升餐飲地位 替餐廳增添 獨特星光 記者周永的君敏 台北什麼的 中文字幕記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最新興趣的